我問一下這個貴士 怎麼觀察柯文哲今天 這個木可公司終於被收了 木可公司今天終於這個被收了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不要忘了木可公司 同時這個還包含了一間公司 也叫治遙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順便看看木可 有沒有辦法看到治遙的帳 那就完蛋了 這才是真正完蛋 那首先這個沒想到今天這個柯文哲 發了這個一個給黨員的信 哇這黨員信他主要講什麼 他還是主要說 我們主動提供了大選收支相關憑證 你看我覺得他就是演一場戲 所以大家都突然間想到了 檢調去收你這個木可公關 那請問一下你樓上幹嘛 順便搬了六箱給檢調 所以你看他都腳本寫好了 原來他只是想要告訴小草說 我們提供了大選收支相關憑證 我主動提供 我很乾淨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問題 那他最後他還是在這過程中強調 這一切都還是跟端木正有關係 說他是露燈霧燈的部分 那他最後他也說 他說他認為他錯了 承認他是人不明用人不當會檢討 所以主動這個黃珊珊主動請辭 把李文中端木正跟黃珊珊送入中評會 我覺得這一次很怪喔 為什麼你要知道第一次這個民眾黨的第一時間 秘書長出來說是送兩個人喔 李文中跟黃珊珊 並沒有端木正 對 所以我隔天很生氣啊 你們不是一直在講端木正的問題嗎 結果為什麼沒送他啊 對不對 身為我曾經被開除黨籍了 我很清楚嘛 你一送馬上就可以辦馬上就可以砍了嘛 你現在沒有黨籍了是不是 我都已經被開除了 那那個四超貓有黨籍嗎 四超貓他一直是隱形的黨員 因為每一次他都可以收得到主席公開的信 對 所以你有黨籍是不是 四超貓你有黨籍是不是 我沒有沒有我刷臉就可以了 低階的才需要黨籍好不好 欸我想說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多重茶盒 他硬要補一個double check 是怎樣小草不懂的英文 你這篇是中文的耶 因為他要紀念他的太太 因為他太太習慣性 在這個簡單的地方加了一個english 喔 畢竟柯太太可能被禁止發言喔 我認為這很奇怪 我跟關於這個 是人不明用人不當 我真的覺得這個 是人不明才是小草的心聲啊 你看他們相信柯文哲什麼 有紀律的男人 對不對 尤其是財政紀律 結果昨天柯媽媽就喊啊 他說 我以為他在警告四超貓欸 結果柯媽媽說 然後他說什麼 亂罵的人雷公批 神明罰 我那時候還跟四超貓說 你講話小心一點啊 都是因為四超貓的關係 結果你看今天雷公什麼時候批 欸剛好欸去搜這個台坡大人的時候 雷公這樣打得很響 然後好大雨下去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柯媽媽的話 大家也是要聽喔 那另外喔 我又覺得更奇怪的是什麼 欸這個柯文哲今天一找 他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端木正找不到人 那我就問嘛 你柯文哲已經要告人家了 為什麼想要去找他 找不到他 然後呢才決定要告他 才決定把他送中評會 這是不是很有問題 我覺得這非常有問題 而這個問題我就想請問一下柯文哲 跟你本人有沒有關係 因為目前啊很多會計師都直接告訴我啊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帳策 多支出了那兩千萬 沒有發票可以去處理的狀況之下 哪有會計師要去幫你去做這些 有的沒的調整 對不對 所以我就問你柯文哲嘛 端木正到底是在幫你 還是他在害民眾黨 這柯文哲你自己要主動就是自己想清楚 對不對那另外黃珊珊他說他要請辭了這個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中央委員啊 所有的群組都在說什麼 你為什麼不辭立委 現在都在逼宮嘛 逼黃珊珊走去確保柯文哲嘛 那我們就想到這句話啊 對不對 你沒錯幹嘛要辭職 對 對 那我必須來解釋一下 最近的這個狀況 尤其是這個 這三個月來的柯文哲 我們以為啊 柯文哲經過這高宏安事件 就會慘兮兮 所以民調甚至喇叭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之前啊就算經過高宏安的事件啊 現在你看看齁 從這個八月六號開始 他是一直往上串升這個數據啊 這個八月六號就是這個四叉貓啊 去找人家麻煩 從人家這個樓上找到人家這個隔壁啊 然後整個啊 串升 這樣的狀況發生什麼問題 民眾突然間對於柯文哲所謂清廉 誠信 感到疑惑 我們來看這三個月啊 大家本來在關注什麼 大家看到這三個月本來在關注什麼 貪污 貪污跟誰有關 跟高文哲有關 可是有一個搜尋字 非常的高 叫做兒子 就完全是四叉貓找到的那個 這個所謂柯太太找別人 設立的那間公司叫治療資訊公司 所以其實台灣民眾對於你柯文哲兒子 設立間公司是非常感到非常的疑惑的 另外接下來就是金華城跟端木正等等 但是各位來看一下這個禮拜到了什麼程度 這個禮拜端木正跟柯文哲連動居然是這麼大 這代表什麼 代表全台灣的人對於會計師的這個會計邏輯 跟民眾黨想像的不一樣 你反而開完了一場記者會之後 讓全台灣的會計師都覺得你民眾黨的程度太差了 讓所有人民都覺得說天啊 是不是只有你們搞不懂什麼叫做帳戶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不只是端木正 連柯文哲兒子的聲量也非常的大 再來就是會計師 還有陳佩琪 還有這個柯富瑤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趣叫基金會 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李文中他出來道歉 可是他並沒有說他要持基金會董事長 所以我就跟柯文哲提醒一下 李文中他持去了這個 李文中他願意他說他要自己把自己送去中評會 我請問一下李文中有什麼重要的程度 到現在還不去持所謂的基金會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最後我要講柯文哲被誰打垮了 柯文哲被自己打垮了 為什麼各位 柯P管理學這本書 買這本書的你們是不是要要求他退費 他教你什麼 創新領導價值 天啊 結果你看只要如果你聽柯文哲的話 照著柯文哲管理 你公司不只出包 還可能倒閉 倒閉來之外呢 還會引起非常的糾紛嘛 所以我現在是告訴柯文哲啊 你老實的面對自己財務上的問題 還有木可公安公司 跟你是不是有特殊性的關係 我覺得你應該要趕快出來解釋清楚 我也是補充 我剛剛講 我猜測判斷現在媒體曝光的時間有限公司 他現在媒體曝光說 事實上的操盤手是代季權 但是至少時間有限公司 假設你查得到的是一個叫賀林的人 掛負責人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坑者也不是白 沒事不會給一個影片就一百萬 所以我猜測判斷 那個是申報項目 而代季權或者那間公司的服務內容 可能包含創造流量 或者幫忙 這個提供網軍 或者網路的 這一個操作跟行銷 剛剛四叉貓在講嘛 說一樣規格的影片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後面四支 他的流量這麼差 但是前面你看到都二十幾萬 那這些影片是真的有人在看嗎 還是他是創造一個數據 還是幫忙創造做流量 另外也很神奇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關心到 之前我們一直提嘛 選前之夜的那個晚上 柯文哲成為全世界直播流量最高的一位男人啊 他那一根啊那個數據是穿上去挺的這麼高到頂點三十一萬 直播線上耶 這是從來沒有看過的數字出現在柯文哲身上嘛 所以我在想嘛 柯文哲這個流量魔法師會不會就是代季權啊 我再把話講更白 我身為流量王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流量是假流量 那國會史只是驗證了說 過去大選之前我們懷疑過很多柯文哲的流量 可是我們只能懷疑 對 講一句不好聽我也不是剪掉 我也不能去收去辦 對 可是從現在曝光的時間公司 跟他的人物 跟他可能真正的營業項目 我猜可能是做流量 那如果做流量用一人公司人頭公司就很合理 這個很像林北好友嘛 對 就是簡單講這種做流量呢 他當然是一個人頭 他當然不能申報說 那個我在做流量 那所以他找一個名目申報 他的名目就是影片製作 你會發現很有趣喔 今天呢 這個又被找到一間有關 這個可能啊 發票不管怎麼樣的一間公司啊 因為今天是吳怡軒嘛 他不小心接這個統編沒注意 然後有一間公司 他也是行銷宣傳公司 他所報的這個好像也是影片相關喔 那你要知道柯文哲在整個 所謂支出的帳目裡面 總共有63% 這麼高是在幹嘛 宣傳支出 對 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說 剛剛林冠杰你講的 有沒有可能都衝到 流量啦 一些奇怪而特別的公司裡面去 然後他可能是一間紙上公司 然後這公司的服務的東西 跟內容會不會跟這個流量操作有關 就簡單講 現在曝光的代替權這間公司 可能是統包柯文哲操作流量的 其中一間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在下包別的項目 那這間公司總要舉證一個 提供一個表面上看得到的業務 所以他表面上看得到的業務 就是我們來拍一個影片 那另外也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各位有沒有記得 就是關於我們一直在討論 關於2000萬這個空洞 帳目2000萬的這個空洞 會不會跟這個也有關 我也是相當的好奇啦 現在看起來他曝光的帳 有兩種 一種是 流到 他自己或他自己人頭 譬如說木可就是 他自己或他自己人頭 那是一種 第二種是 流到不好暴障的人頭 什麼叫不好暴障 我剛剛已經舉例了嘛 就簡單講 操作流量 作假流量 或者養一堆網軍帳號 不好暴障嘛 但是他還是需要有一個 人頭公司下去分嘛 所以克文哲現在曝光的兩種 兜不上來 或者非常可疑的帳目 其實不外乎這兩大類 嗯對我只能說好險 克文哲的檢調 可能沒有遇到陳寧官哦 不然他真的會完蛋 哈哈哈哈 這個案子給陳寧官辦 一定會更接近真相 更接近真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寧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寧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